这个割草呢,也能看得出来一个家庭富富裕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哈 今天呢,我到田地里割牛草来了 为什么要割呢,是为了给冬天做准备 因为到了冬天牛没有草吃,我们必须得豚足了 到了冬天不让牛饿着 具体豚多少呢,这得看自家的牛,重量多少 我们家的话有六十到七十多头,所以必须得豚多一点 所以今天的消耗时间可能会长一点 现在呢,我给大家看一下牛草是怎么割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割牛草的工具 这样,一刀一刀 我就割了这么多 这是刚割完的草 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呢,是忙到了现在,太阳也下山了 这个割草也能看得出来一个家庭富裕 因为割的草越多,代表它家的牛就越多 牛越多呢,家自然是有钱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的毛牛价格是非常高的 这个是捆完的草 我们现在呢,把割完的牛草放到这个车厢里 然后开回家 今天忙过了一天 只割了十一个车厢的草 不多,只割二十多头牛三顿的量 以前的话都是背着走的 现在是有这个电瓶车嘛 然后就不用背了 挺方便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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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